虧違三年中華職棒 重返花蓮棒球場 進行兄弟項羽一大犀牛三聯戰 在世界棒球經典賽效應 與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星曼妮的雙重加持下 吸引滿場五千五百名球迷目光焦點 而現場兩隊就有七名球員 來自花蓮 精彩的賽事 花蓮鄉親希望未來職棒 能多場次在花蓮舉行 以兄弟項為主場花蓮三聯戰 從十號開打一連三天晚間 在花蓮縣立棒球場進行兄弟項羽 一大犀牛的上半球季例行賽對戰 不過比賽期間大雨頻頻攪居 不但第二場延至第三天進行 第三場牛項大戰也決定延期 延期時間及比賽地點將由職棒聯盟 折起公布 花蓮鄉親期待能繼續在花蓮舉行 記者打造花蓮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